為什麼會透南風呢? 其實這是一種自然現象 特別是在冬天與春天交替的時候容易出現 當酷寒的冬天轉變為舒適的春天時 室外空氣溫度突然上升 充滿濕氣 再加上從海上的南風 或西南風吹到室內 回到室內溫度較低的地面 或牆壁 水氣就會凝結成小水珠 讓室內的環境變得潮濕 使整個牆壁、地板與家具也會有濕滑的情形 有一些硬樣的地方更是容易發霉 這種狀況稱之為仿潮現象 容易出現在磁磚、漆面等光滑的材質表面 這就像是玻璃杯裝著冰水 一段時間後表面就會凝結成水珠 另外還有之前影片提到的室內門窗 與車上玻璃起霧 都是相同的道理 而家中最怕水的電氣 有時候要運轉 讓水氣排出 另外像是鏡頭、握相機、手錶等機密的儀器 與名貴的物品 都要放在防潮箱 才能避免電子零件損害 那麼要如何應對透難風 造成的室內潮濕呢? 這裡有一些方法可以供各位朋友作為參考 第一,我們可以觀察潮南 按多南方向的窗戶 減少潮濕的空氣 吹入室內 如果不知道家中的方位 可以利用指南針來辨別 在接近中午的時候 可以打開北邊的窗戶通風 減少室內外的溫差 第二,打開暖氣或空調 讓室內的溫度上升 也有相同的效果 第三,我覺得最快的是使用除濕機 去除室內的濕氣 不過要關上門窗 產生密閉的空間 才最有效果 其他的可以利用有吸附水特性的家中常見的產品 比如舊報紙 洗衣粉 咖啡渣 小蘇打粉 乾燥劑等 都是不錯的選擇 水一周 打粉 雙 絲